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巴巴拉邀约任务 313-315 偶像的可靠防线蒙德城的麻辣传说能快越的边界线 诺埃尔邀约任务第一幕316-318 只有玫瑰知道的世界 因为羁绊完美而坚强的女仆 诺埃尔邀约任务第二幕319-321 女仆骑士不会受伤 消除焦虑的最好办法蒙德座题王迪奥纳邀约任务322-324 猫咪殿下诞试代价是 迪奥纳特写 搅拌不要摇 这批视频我们来收集巴巴拉邀约任务的3的成就 同样的标绿的字要全部选对 才能解锁相应的剧情或者拿到成就 然后伙伴们可以暂停唱一下 视频是可以暂停的 巴巴拉的邀约任务剧情比较复杂 小伙伴们做的时候要仔细一点 这个是我们找巴巴拉时候的路线和巴巴拉到底在哪 就在我账的记录位置 我们从副本记得点过来比较快 是已知的三的点里面最快的选项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诺埃尔要约事件 以及中的3的成就 这是任务分线图 不同的对话会触发不同的剧情 小伙伴们可以暂停看一下 不剧情时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 不停在这说一下 一是我们选择帮助诺埃尔后 埃尔会让我们规定池天内打破木桩 我们用重极旋转就能完成 二是选择缺乏战斗经验 我们在这会战斗失败 然后诺埃尔选择自己亲力丘丘的 我们要从这走路去 不要用下面的记得副本提皮点 要不然会仿佛进入剧情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布丁打算透天了 结果跑进了桑子剧情 不论自己的体皮点 其他的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小伙伴们可以放心的传送 一番就是结局屋里面 我们和诺埃尔对王画之后 这里有一本诺埃尔的笔记 我们要点击阅读 偷探了它写完什么 我们才能拿到成就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诺埃尔邀约任务二中的三的成就 这是对话翻线图 小伙伴们按照对话选择 就能解锁全部的结局和拿到成就 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点 一是任务结局四里面 乃尔回到图书团 我们要先来阅读它的学习笔记 阅读完成之后 再去找它对话 才能拿到成就 二是结局五中 我们在八人找眼睛时 需要先和者罗莉对话 才能触发后续剧情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批视频我们来收集 迪奥纳邀约任务中的三的成就 这是任务分线图 小伙伴们可以暂停看一下 选择相关的对话 就能触发对应的剧情 拿到成就 结局一和二中 会让我们去找小猫 对话完之后 我们把视线转到东北方向 小猫在爱奇的房子上面 一定可以看到了 这边不好爬 我们从这个地方朝上面爬 上去就能创到我们的小猫 好 对话完之后 我们标动方向 就从东南方向 从这分下来 我们去铁匠铺的后面 下一只小猫 在铁匠铺后面的一个 一个 石柱旁 对 好 再对话完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蒙德尔城上方 借个铁匹点 到铁匹点之后 不用动方向 我们拆次吧 然后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再借个教堂下面 说我们的最后几只小猫 比鱼就要让剧情走 相伙伴们就能拿到成就 好的 第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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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